好,现在呢,我们就迎来我们今天索尼音频的代言人,我们的王俊凯,小凯,欢迎小凯,好久不见了,我们先跟镜头打照顾好不好,好,先坐,今天我们知道你是以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了,那我们刚刚也看到一个大片,就是你在拍了那个海陆无界的大片,我发现你在骑行,然后有游泳,然后还有跑步,在各个过程里面都就是使用这款耳机, 你可以跟我们去分享一下,这款耳机的使用体验吗,这个耳机就是很好用的,因为它就很小巧,便携,然后呢,也非常时尚,非常的漂亮,最重要的是它可以防水,那你是不是经常在你日常的,比如说,去往工作的途中,就是出差途中也会使用到它呢,对,因为它音质也非常好,所以说听起来非常的舒服,你最近在忙什么,我们特别想知道,感觉很忙的样子,最近, 就是在忙碍自己的事情,忙碍自己的事情,是跟学业,跟工作有关系,跟工作有关系,那我知道其实你平常要兼顾着学业,现在毕竟要念书,然后还要去拍戏啊,然后一些这种工作上的事情,压力应该很大吧,还可以,你怎么缓解压力,就用这个力听歌,听歌,是,那我们想要听歌,可不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这套耳机配戴的方式,就是我们其实很想知道,它配戴在这个身上是什么样的感觉,即是左耳, 左耳,让我想到了一个电影 左耳,对,其实看起来很小小,应该配得起来很舒服吧,对,完全感觉不到重量,那你平时会在运动的时候使用这个耳机吗,当然了,那是必须使用,所以你在运动时候,比如说哪运动你会用到它,我刚才看到你在TVC里面有跑步,你游泳的时候也会用,对,因为它防水嘛,因为这个我很好奇, 因为其实我自己没有在游泳的时候戴过耳机,它戴上是什么感觉,会难受吗,还是说其实还蛮舒服的 不会很难受,因为它本身它是那个,这个耳机是,就是,戴上去是反而听到那流水声,哦,还有一个物理隔绝的效果,那水里听歌什么感觉,会闷吗,还是效果还不错 就是你想不到的感受,因为你没有想不到的感受,就是你很少在游泳的时候可以边听歌边游泳,对,这个其实很难得,我刚才就说了,我说,想不到我在水里面还可以戴耳机,所以其实刚才那个TVC里面,我们真的很少看到你在展现泳姿这件事情,你什么时候学会游泳的,很小时候,小时候就在小区的游泳,其实扑动不动就会了,好,现在感觉不一样了,可以听个歌,然后去游泳了,对不对,那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产品,是的, 是,那除了我们的ISP900之外,我们其实还会在桌面上有一些有意思的产品,所以我不知道这产品,其实你是不是都见过都玩过了,那我们,你觉得这些产品里面哪一个最吸引的注意,这个吧,这个,其实这个它很有意思,因为你看它,就是,它的每个方位都可以发出一些乐器,你再展示一下,我刚才,所以它其实不同的位置是不同的声音,我能玩一下吗,可以, 怎么用,就是用手拍,对,对,对,拍就好,哦,就是鼓,哎,我用了轻了,它声音也不一样,对,对,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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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感觉好像是你,比如说请几个朋友,或者大学的同学,一起玩的时候,开party的时候,就可以拿它来做个乐队,差不多,就以前那种,对,很有意思,这感觉,所以,对你来说,你自己会不会经常在跟朋友去推荐, 或者介绍一些产品呢,呃,其实会,就是一些我觉得好的一些,会介绍给他,嗯,好,所以我们刚才其实谈到了,我们有SP900,所以,然后我们也推荐过了,有这个,我们的音响,嗯,那现在呢,我们有一个考验的环体出现了,我在来跟你聊天之前呢,在微博上,其实有征集了一些,粉丝对你的一些期待和问题,嗯,粉丝都很想知道,现在的一些状况, 好,所以,接下来,我会有一些简短的问题,要问到你,然后看看你是不是能够回答你的粉丝们心中的疑惑,好呀,第一个问题是,假设用两个词,嗯,来形容,十年前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两个词,你会用哪两个词,十年前的自己,就是,九岁,哈哈,你是数学减法,十年前的自己,就是,九岁,哈哈哈,你是数学减法,十年前的自己,就是,十九岁,数学减法,你是加减法,嗯,我在我看来,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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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你的一个粉丝, 我也会关注你一路,就成长的路程,所以,我会觉得,现在的十九岁的话,在我看来,是因为,你其实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不同的人生阶段,嗯,它对你来说,你,考上大学,然后,你要开始接触更多的,专业的,这些,表演的培训,嗯,所以,其实是一个新的人生的开始,这是我的理解,我不知道对不掉,嗯,对是对,但是那是去年,去年,18岁,嗯,18岁,嗯,18岁,好,就,19岁对你来说,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要20岁,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小海跟粉丝们的互动,都是这样子的,那,另外一个问题,啊,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你跟粉丝们之间,互动的梗,就是,我当时一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说,我不能认了一下,我说,这是问题什么意思,啊,他说,这个词,这个问题,有四个关键字,叫,佛系锁车,哈哈,哈哈,然后,粉丝们想问你说,你是不是一直以来,都是佛系锁车,不是,因为,因为,因为那个时候,我就,赶时间嘛,再,就,马上回去做,做菜,哈哈,然后, 然后,然后,要买东西,那个商店就在旁边,相隔不到两米,嗯,我就说,快一点,然后,因为索实太麻烦了,对,我就想说快一点,嗯,我,我,我其实有看了那个节目,就是,你做菜的节目,所以你现在最擅长的是哪道菜啊,最擅长,对,其实,还,都还可以,我觉得最后几期时候,你把好多,就是,好吃能吃辣的外国客人,都辣怕了,但是后来,好像有些能吃辣的客人来以后,给了非常不错的评价,对,能吃辣的,当然是, 能够体会到,体会到,嗯,这种,比较地方,江湖菜的特色,对,但是不能吃辣的,就比较遭遥了,是,没办法,其实,下次,你再做类似这种烹饪节目的时候,你就可以把我们的,SP900带上,就一边听歌,一边做菜,或者是把我们的,这个音响带上,对吧,就旁边,就增加点音乐,一些气氛和情绪,嗯,好,还有女粉丝,在求问,她说,她最近变胖了,嗯,你会怎么安慰她? 加油,我们一起变胖,可是你又胖不了,我胖了,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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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那,现场模拟一下,小凯,我今天变胖了,哦,怎样,哈哈哈,他对粉丝跟对我的情绪是完全不同的,也,就是很重粉,啊,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是,粉丝想知道你的睡眠质量怎么样,就是,有些粉丝就经常可能晚上,休息不太好,会失眠, 有没有可以分享他们一些,可以快速入睡的诀窍,快速入睡的诀窍,我一般晚上会失眠,那时候都会,都会起来,做做运动,但我很少失眠,睡眠真的很好,就是偶尔可能,一个月可能失眠一两天,这样, 我有看到你跟小白两个人,有一集,两个人各自躺在沙发和凳子上,都不肯上去,然后睡着了,我就觉得,哎,他住睡速度还蛮快的,什么地方都能睡,因为,因为比较累的缘故,对比较累的缘故,好,那,我们知道现在双十一嘛,双十一就意味着十一月了,嗯,也已经靠近年底了,年底有很多这种节假日的假期都到来,是的,这个时候对你的粉丝有什么想说的话吗, 十一月了,首先,我觉得马上要到冬天,嗯,就是天气越来越冷,嗯,大家呢,记得,一定要保暖,嗯,就穿好衣服不能够着凉,然后呢,天花双十一呢,我和大家也会一起起来,索尼专场,索尼专场,其实我知道,现在有你这个,呃,特别版的套装会出现,应该粉丝们都非常想要拥有了,那你刚才其实,刚才也跟我们讲说,你最近在忙,你也忙什么呢,最近就是在忙一些工作的,嗯, 嗯,嗯,不能透露,不能透露,那可以告诉我们是哪个方向吗,比如音乐,还是影视,呃,影视,影视,讲到影视,也会有很坚固,对不起,毕竟全能偶像,对不对,多期的,你讲到这个影视啊,我前段时间刚刚看了你一部剧,天坑音烈,嗯,这个剧我觉得拍起来应该还蛮辛苦的,是的,因为各种就是户外场景,嗯,所以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这个戏你其实演起来当时是什么感觉吗, 赶紧结束,别拍了,真的,冷死了,冷死了,是真的在沙漠拍的,沙漠,我说是在那个雪原,雪原拍的,对,这是真的雪原,不是CG,不是,不是,所以当时这是你第一次在雪原拍戏,是的,嗯,你当时也应该戴上我们的SP900,因为它其实可以应对很多户外环境,应该,我又绕回来了,哈哈,好,那其实讲到这一次,我们推出了SP900,这么一个新的产品, 那你之前在拥有SP900之前,在听歌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想要解决的困扰,刚刚好,这次SP900出现的时候,满足了你的需求,嗯,首先就是,那个SP900很小小便携,对,首先很方便戴,嗯,然后呢,它也是一个无线而已,嗯,不会像一些,就有线的,一直很容易,很容易麻烦缠到,是个叫老把手缠住,像那个绷带一样,动不动,哈哈哈哈,没有动不动,就是很, 很方便,对,而且是,而且是它的音质特别好,嗯,对,而且,运动,其实就是,更方便,在运动的时候,应有一个,良好的,就是心情,就是因为专注在听歌上,不会专注在运动上,就不会那么累,可是你平常已经那么忙了,你还有时间去运动吗,嗯,偶尔会去一下,你会比较青睐的运动是哪些,青睐,对,就那些,比较喜欢哪些运动,跑步,跑跑步,嗯,或者说, 嗯,就差不多,可是我不知道你都到哪里跑步,你是在公园,还是在家附近,我可以,我可以,就是,事先知道你在哪个点,然后就偶遇你,嗯,就是附近,附近,嗯,那你现在已经进入大学生活了,你有没有觉得大学的之后的,你跟之前不太一样,嗯,其实还好,还好,嗯,因为大学里面,你现在整个开展了新的,这个学业之后,但是你同时学习,跟工作是要兼顾的,嗯, 那你自己会有没有觉得说,这个状态太,压力太大了,会忙不过来,还好吧,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就是,嗯,就是,嗯,因为,就是,也会去商,就是商量好这方面的平衡,这样,嗯,讲到平衡这件事情,我自己,其实对你充满了好奇,啊,因为其实你在,所有人看来是一个全能性的偶像,你音乐也要兼顾,然后演戏要兼顾,可是对你,以你自己来讲,你自己更喜欢哪一个工作更多一点, 更喜欢哪一个音乐,我其实更喜欢音乐,更喜欢音乐,嗯,你自己有没有,比如说,特别将来想要尝试的,或者未来有机会会去尝试音乐风格,嗯,其实我都想尝试,嗯,所以这样就又要再提到我们索尼的音频产品,因为毕竟它有非常多的调音技术,你可以兼顾每一种音乐风格,不管未来小凯是尝试我们的抒情的流行音乐风格,还是去尝试我们可能更加 充满动感节奏的风格,我们的索尼音频产品都会有,是这样的很好体现,讲到索尼我问你啊,我自己其实对索尼的印象来的非常早,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索尼是一个我特别喜欢想要去拥有的牌子,嗯,你当时什么时候知道索尼这平台的? 我也特别想,当时索尼,因为我小时候是通过油气,嗯,就当然很有名嘛,嗯,然后再到索尼的音频,嗯,所以当你成为了索尼音频代言人的时候,那什么感觉?啊,小时候的梦想成真了,对,对,对,很开心,非常开心,对,嗯,就是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嗯,那也希望各位粉丝们,以后多多支持我们小凯,支持我们小凯代言的索尼音频产品, 那今天,我们其实想要给粉丝一个福利,在我的桌面上,其实摆着我们的SP900套装,所以我们首先呢,希望小凯可以给我们的一副SP900签名,好不好,来,这里是,现在这里好了,来,我帮你,好,那这次现在我们小凯呢,就在给我们的这个索尼音频,海陆无界,真无切运动耳机,SP900特别款套装签名,我们来展示一下这个签名,如果你想要拥有这一个特别福利的话呢,请记住, 关注我们官方平台后续公布的一些获得方式啊,另外呢,如果你想拥有王俊凯同款的索尼海陆无界,海陆无界,真无线运动耳机SP900的话呢,欢迎你上索尼官网,或者是天猫索尼官方旗舰店购买,而且呢,我们刚才提到的,特别设计款套装,已经在天猫开售了,那抓紧时间,赶紧去想,那最后呢,我们也谢谢小凯来到我们的直播里面, 跟你的粉丝们再打个招呼,拜拜,拜拜,严谨一概,对,不应该对你粉丝说一句内心话吗?就是,确实天最近天冷了,嗯,希望大家多多保暖,不要照料,要照顾好自己,嗯,谢谢小凯,谢谢,谢谢,那我们的直播,今天先暂时告一段落,那跟小凯再见,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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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就是,他可能会考验你, 跟你朋友之间相处的一个方式,如果你答得很好,可能朋友,对你的这个好感度会上升,嗯,然后对,如果你答得错了,可能就是,意味着,你跟朋友之间关系,有可能会出现一点僵局,哈,嗯,第一个难题来了,假设,一个很久不见的朋友,嗯,来拜访你,好,注意很久不见,啊,但你一定很累,可能你工作完,工作完,工作完,或者学习完,你只想躺着听音乐,那他想要去,让你去游泳, 你会怎么办,哎,这有问题吧,当然是拿着我们的SP900,到游泳池里面去躺着听音乐,也是可以的,因为防水,对,好,那你是代言人,代言人对产品一定很熟悉,嗯,那我们就来一个当众考验,业务能力的时候,嗯,请你用很快的,简单的词,给我描述出,三条推荐,SP900的理由,小巧,时尚,音质好,哈哈,完全难不到你,那下面一个问题是, 假设你在宿舍睡午觉,嗯,状况突然间发生了,状况非常多,非常混乱,嗯,第一状况闹钟响了,嗯,第二状况是,烧着水开了,嗯,洗机的衣服也洗好了,嗯,但是你离上课只有十分钟时间了,你会怎么办,我会关掉闹钟在睡午,哈哈,哈哈,哈哈,这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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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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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t worry, like I say mutilat II does it a week, huh, work almost made a difference and all day, sorry, I understand my mind,My character 本工很明确我画你猜我连现我灵魂画手能力了他这个环节为什么考验你呢很简单是因为我们刚提到了SP900是一个运动时候非常适合的耳机所以没画的变猜也没有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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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in nos dating 那么那么那么那个难我会画几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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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我看关键词然后我画出来他就让你猜嗯 这个关键词是跟运动的关系,而且很可能其中有一部分的词是跟水有关系的,跟水的运动有关系。 那我请工作人员先给我一下画纸,我要展现我的灵魂画工。 好,请我们先给出第一个关键词,这是一个运动。 嗯,展现我画工的时候到了,在你面前我画,我觉得有一点紧张。 没事,没事,等会我画一下你就不紧张。 真的吗?那你可以画一个也可以啊。 来,这个是,我先给镜头看一下,我是不是很灵魂画手? 工作人员对我表示说我画的非常好,说如果你飞刀,有什么运动是飞刀吗? 没有,常常叫鸡剑吧。 鸡剑啊,鸡剑好,好,第一期答对了,鸡剑,说明我画得非常好啊。 是的。 第二个,第二个题目来了,我看一下词。 嗯,这个有点难,但是我觉得应该难不到我。 小凯平说画画画吗? 嗯,会吧,偶尔。 来,我们给镜头看一下,第二个window,跳水对不对? 对,对,你看我画得多好,别人都不会以为是跳河。 哈哈哈哈哈哈。 好,跳水也答对了。 好,我们来看第三个词。 好,第三个词。 嗯,这个有点难,怎么画呢? 来,然后,反正这个有点难到我。 我们来给镜头看一下。 青蛙嘛,这个青蛙。 对,你猜到是青蛙哦,因为我画了两个眼睛。 所以这是什么运动? 挖友。 挖友。 我就说我灵魂画手吧,画的没问题。 挖友的猜对了,爱一个。 爱一个很简单,我觉得。 然后,这边。 嗯,嗯。 这是什么? 我给镜头看一下。 这是什么运动? 小凯秀出了沉。 这是什么? 等等,我来加个备注。 啊? 来,我加个备注。 我? 嗯,这是你。 然后,你在干嘛? 然后,我明明给了关键的事物诶。 这边带了个东西。 然后,看你动作在干嘛? 在,运动。 运动是什么运动 在压腿 没有压腿了 是在跑步 是怎样 我画的不像跑步 你看我给了关键词 王俊凯 然后你爱运动 然后你是你爱的运动 旁边再带着ST900 能看得清楚吗 就是ST900 然后再听歌 一边跑 腿上的步伐 有点奇怪 有点飞奔 这个是有一点 我承认啊 好 下一个运动 哇 下一个运动 下一个运动很难 好 这一个 应该也不会那么的难 啊 骑进行车 这个太简单了 这太简单了 虽然我画的又很奇怪 骑车 好 那我们刚才 其实已经猜了五个词了 我们猜了有机箭 然后有跳水 跳水其实跟游泳是一样道理 就是因为ST900是防水的 我们看杨老师也跟我们去聊过 它是一个不但防水 而是防海水的功能 所以即便你去海里游泳 也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还画到了跑步 超开应该很喜欢跑步 对不对 就是你很重要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方式 所以跑步时候 你也可以带着我们的ST900去听歌 尤其是刚刚杨老师讲到了 它有一个功能 只要打开了 你可以听到环境音 即便旁边有行人 有车辆 你也能听得到 就完全可以保护你在运动时候的安全 所以包括骑车也是一样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很多人喜欢去坐骑车 然后比如说在户外的时候 天气好的时候 骑车在公园里去溜达一圈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也要有情地提醒一下 在户外运动的时候 一定要打开ST900这一个 不过滤环境音的这么一个功能 这样保证你在运动的时候绝对的安全 我们跑步骑车也要注意安全 好不好 好 所以我们的你话 我话你猜结束了 那我们现在其实也了解到 其实这次ST900 我们最重要的功能 除了一个是无限之外 还有一个是防水 那其实我们也希望 在最后的时候呢 给我们的粉丝送上一个福利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我的桌面上啊 然后放了很多这个ST900 我们会拿着一个 这个特别版套装 请小凯帮我们签个名 好 来我来拿 来签名 我给你比 签在这里好了 好小凯在特别版的套装上面签了名 我们来给镜头看一下 好 镜头来给客姐 那如何要获得这一款签名的惊喜呢 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我们的官方平台 我们稍后呢 晚一点的时候呢 会公布如何获取这么一个惊喜的方式啊 同时呢 如果你想要去购买这个索尼海陆无界真无线运动耳机SP900的话呢 欢迎上索尼官网或者是索尼的京东旗舰店去购买 现在买还有优惠 而且海陆无界真无线运动耳机特别设计款套装已经在京东开售了 也欢迎大家立刻去抢 那么在我们今天直播的最后呢 也希望小凯给我们的粉丝说两句话吧 嗯 说就是希望大家天天开心 然后呢 恭喜他台万事主义 过新年 李徐天还有一段 不过祝福是真诚的 我们也祝福小凯接下来学业有成 然后事业进步 好不好 谢谢 然后有空的时候多注意休息 好的 大家也是多注意休息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大家对于小凯对于索尼支持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再见 谢谢